欢迎收看金融网顿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呢 来今天开高之后 今天震荡一下 那么指数 早上最高 就早上93点 然后之后的话就下来 在平盘附近上上下下 好 我们昨天讲到大盘的时候呢 那么昨天 指数创新高 好 那昨天我们谈到大盘的时候 讲到说 昨天创新高 但是有点美中不足 那也就是说这盘面上 有些要注意的地方 那当然创新高看起来 表面上是很好 但是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好 所以我昨天跟你说 恐怕这两天还是会有一点压力 好 那今天指数冲高以后 那么冲高以后就开始往下 好 那没有过昨天的高点 那么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预估是比昨天小一点 好 那昨天是最近相对大的量 那么今天是破10日线之后反弹 好 那现在还是在10日线附近增大 好 那我想这盘 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 好 虽然它是才刚刚创新高 那但是这两天是涨台积电 包括今天它的台积电涨3块钱 好 所以指数本来就是跌30几点 好 现在实际30几点 你如果再扣掉台积电的贡献 其实等于跌得更多 好 那昨天台积电也是大涨 这两天指数台积电是降上去的 有没有 所以指数都贡献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其实推升的幅度很小 是 是 这表示什么 所以我说这盘上面 有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现在不是 操作策略上跟以前要有一些改变 不能完全照前面的东西 对不对 最近的话呢 这两天的话要特别注意几个现象 好 那有一些要观察的重点 好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量 好 短期之内的话就表示它要震荡 有没有 那么这个高点是台积电贡献的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台积电马上就发作 但我觉得台积电的发作 因为它反映在前面了 对不对 它是反映在前面 台积电最近几天已经连续往上了 是不是 你看它贡献多少 有没有 它的指数贡献多少 是不是 它涨很多 台积电你如果从最低点这里开始看 580块到现在 有没有 今天615 是不是 但是指数没什么涨 台积电法说 它反映在前面 所以法说之后 除非有重大利多 要不然容易利多出镜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 所以这两天其他的股票开始转弱 所以的话呢 你现在操作就跟以前不能完全一样 操作策略要改 因为每一个时间的话 它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盘在台积电大涨的时候 它是这样走 那这表示它有回撤的压力 有没有 所以你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下面的月线会不会守 那月线会不会守呢 又很关键 因为 这一次从这里上来是没有跌破月线的 我们再长一点看 应该说今年 今年以来在长的时候 主要的主身段都是以月线为主 然后你破了月线会有很大的拉回 那现在又到了月线这里 所以月线这里 明后天你第一个观察作念 就是月线这里要守住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守住就会往下的压力 但是这个角度太低 应该是说 当时它在往上的时候抖角不够 所以会变成它在这里50这里一定要交叉 它一定要交叉 因为这一次以来 你每一次要再往上也都要在50以上交叉 有没有 所以你不能往下跌破 所以这两个会是最近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所以我觉得每段时间 操作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盘面上有些现象 其实在这两天里面 是看得出有一些涨多的股票在转弱 也不是只有航运钢铁 其实有很多涨多的股票在转弱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每一段时间里面 它的操作不同 因为它的高点没有比它高很多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这也是一个小平台区 那这个小平台区 你高点没有拉得够远 它就没有把回撤的空间拉出来 那没有回撤空间拉出来 它会很容易碰到月线 是不是 如果它今天是拉到这里以后才拉回 它的支撑就会强 但是因为它拉的时候幅度太小 所以你很容易会碰到它 那你一旦如果碰到它的时候 如果没有守住 它就会变成一个短期的压力 所以这是排面上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那OTC也是一样 所以OTC昨天的是一根比较大的料 那今天的OTC 今天就有一个十字线 好那昨天大量之后 那么会不会马上过高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难度 我觉得其实是有点难度 最主要是因为这两天是涨台积电 如果这两天是很多的各类型的股票 在起涨或轮涨 那结构就比较OK 但是只有涨台积电 但是很多强势股在转弱 我觉得就不很OK 包括今天航运继续转弱 我们等一下躺一下航运 昨天我已经有讲到了 那么长荣也好 洋迷也好 旺海也好 其实不是只有他们 排面上面 电子股也是 我们来看看 这是之前领长的电子股 是不是 好 所以强貌今天也是转弱 对不对 排半 这都是之前强势的电子股 有没有 那今天也出现转弱 那其实电子股里面的话 不只是这个族群 对不对 还有包括 最近比较强的 比如封册 是不是 来 今天是直接下来 那其实这都是之前很强的股票 所以今天是不约儿童全部都下来 是 所以我觉得这盘它其实 不是只有航运本身 或是钢铁本身转弱 电子里面其实是涨落后补涨 简单讲电子股里面有些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族群里面 大家熟悉的各股里面 涨多的股票也震荡很大 对不对 涨多也拉回很多 那反而涨的都是落后补涨的股票 那这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好 包括今天的话强势政委 对不对 这就是落后补涨 是不是 落后补涨 对不对 最近没涨到的 所以我觉得盘面上的东西 来说 并不是非常的OK 应该讲就是说 指数 因为是台积电城 台积电法说的东西 利多除非要非常的大 要不然很容易会利多出境 所以的话 盘面上面很多股票是有些 筹码上面有一些变化 所以你最近的操作就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觉得操作上来讲 你尽量重新题材 不要是大家都知道的股票 不要是大家都知道 人人每一个人都有的股票 那个很容易会短线上会有变化 那再来我们讲航运 对不对 我觉得说航运今天很关键 对不对 今天是很关键 其实 为什么说今天很关键 因为今天理论要谈 是不是 今天没有回去 因为昨天已经破了 那破了以后你没有回去的话 这个就是跌破 是不是 都一样 洋民也一样 有没有 旺海也一样 对不对 那所以我说今天很重要 是不是 因为他昨天就是我 昨天就算是正式转弱了 是不是 你今天有最后一搏的机会 但是你今天最后一搏上面 有点难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里也要 这里的策略也要改 对不对 很多人 很多人在问这个 这是今天的旺海 这里是反弹 对不对 那从高点到这里 是不是 有一些已经有一些融资的压力 所以它跌升以后 破线会反弹 对破线会反弹 今天盘中就是破线反弹 是不是 这里就是破线以后 融资砍出去以后 对不对 断头之后反弹 但是反弹的时候你要知道做什么 所以我说它的策略已经在变了 你知道趋势上面是这样讲 往上的趋势里面 你拉回是买点 对不对 拉回是买点 然后拉回是买点以后 上去会创新高 所以你是一波一波做 但是你方向转变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中间再做的时候叫做抢短 你可以抢短 但是不是以前的操作方式 所以你今天在这里抢的人 理论上你今天就可以走 是不是 因为你今天已经拉出了 没有10%也有8%的幅度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操作上面 我说股票是一个很悬的东西 你在往上的时候 跟盘头的时候 跟往下的时候都不一样 你如果在这里的操作策略 和这里的操作策略 或往后的操作策略都一样 那绝对是不行 那绝对是不行 是不是 所以我说第一个 它的方向很重要 那方向有很多东西决定 方向是技术面 基本面 这些东西决定 筹码面决定 它不会只有一个面向 它不会只有一样东西 就可以让你吃遍天下 没有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所以它把这些东西 全部合在一起的 那个才叫做 最后的 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里面 你往上跟往下操作都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说 这一段的操作 和这一段的操作完全不同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这一段的操作里面 你拉回是买 拉回是买 拉回是买 是不是 但是上去以后你不是 你是跌生了以后买 管理修掉以后卖 懂这个意思吗 你做的时候是倒过来 你是做短线 你甚至做盘中的当冲 那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是买在建撑的时候 你是在破支撑很远的时候 对不对 你上去的时候 你是靠近支撑买进 上去以后卖出 对不对 你是一段一段做 下来的时候你是倒过来 你支撑的时候不能买 破支撑以后 破支撑乖离大可以买 买了以后是短线 靠近支撑要走 倒过来 对不对 你如果反过来的话 就会差很多 如果你反过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 这里是买点 你就会觉得 这里确定支撑 手住是买点 那就刚好错了 对不对 现在跟前面的操作不一样 现在是打下来 很惨的时候 乖离大的时候 确定破线拉远的时候 你这里上去买 但是上去以后 靠近支撑 靠近月线的时候 靠近月线是买点 所以这里是买点 这里是买点 就极短线来说 但如果你支撑率 没有改过来 如果照前面的逻辑 你会觉得到这里 它要站回月线的是买点 那刚好有错了 所以我说 现在他们是 东西已经有些改变了 就先论先是这样讲 是不是 就是现实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全部破月线 那破线拉远之后 有量 对不对 因为有人抢短 是不是 那抢短以后怎么做 是不是 抢短以后反弹出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如果中长线的部位 它会趁这个时候出 所以有时候 你破线抢短上 你要操作就是要短 对不对 为什么操作要短 因为你破线抢短的时候 短线的会进去 但是你破线的时候 中长线会出 所以两个力道 搅在一起 你不会拉很远 对不对 你拉了以后就被倒出来 是不是 所以我说 理论上来说 反弹是要慢 因为他们的东西都变了 有没有 是不是 他们只有一次 上次有跌比较多 那次是因为大盘跌很多 那次是因为大盘降跌 是不是 所以才被大盘拖下来 但即便拖下来 也没有拖离月线很远 是不是 蓝色这条是月线 所以他们其实当时 被大盘拖下来最后补跌 他也没有拖离月线很远 但是这一次是 没有被大盘拖累 因为大盘还没有掉下来 是吧 但是他们已经先下来 对不对 所以这告诉你形态在改变 形态已经变了 有没有 所以股票有时候不是说 这个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叫做 就是说纪律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可以多赚的时候 你要赚最多 但是纪律要守 这个很多人 没有办法做到 那其实你长期 你如果长期要赢的话 纪律一定要守 纪律一定要守住 应该说 当趋势没有改的时候 你拉回去买一点 但是趋势有可能会变 所以你 我认为反弹要出 对反弹都是要出 是不是 因为从破十日线开始的时候 昨天那根就不对了 昨天那根就是不对的 对不对 因为你破了之后 它距离很近 是不是 你又没亮说 对不对 所以它就注定你昨天这根下来 它今天要破 所以昨天这里 就是有中长线的在出 所以我觉得很多股票操作 你要有纪律 虽然数字还是很强 对不对 他们数字还是很强 那数字一定很强 7月的数字也很强 8月可能也不会差 不过有时候就是说 当然运价指数里面有一个是在 应该算是这个报价有跌 那个是美日的报价 那当然我觉得短线上面来说 它就是会影响 而且他们就是会有个空窗期 那你如果说是它的基本面怎么看 老板说它东西其实没有变 7、8月都是好 但第四季可能会下去 那第一季又上来 对不对 那就变成什么 它就变成有个空窗期 那那个空窗期会容许什么 那空窗期会变成是 它就会有 它就会有修正的 它就可以有空间修正 对不对 因为它的空窗期 可能会摆在第四季 就是说第四季的话 会下来一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中间就会超跌 就很容易会跌过头 所以我说基本上来讲 三档都一样 对我们刚刚讲的旺海 是不是 所以我讲的那个要记得 对不对 今天的高点就是接近月线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照一样的方法的话 很多人说 拉起来月线守住了一下就买 好 就错了 是不是 你要倒过来 乖离大的时候买靠近月线除 所以今天是当冲 今天是可以给你当冲的 但是不是可以让你做破断的 那你这里要除 是不是 所以我说每个时间操作不一样 那不过基本上 这个形态已经变了 那形态已经变的话 你就要知道 月线 月线扣底在这里 所以这边再震荡一下的话 理论上是应该要出 为什么 因为已经扣在这里了 你再往上一段时间的话 它会扣到上面去 那线会下来 其实十字线已经下来了 那你如果月线 再过一个多礼拜以后 它会走平 应该说它现在就会开始慢慢的走平了 那走平以后再往上扣的时候 它就往下 那你会变成两个线都往下 两个线都往下的时候 它的压力就会大 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是短线的进去抢 但是中长线再出 对不对 因为你后面东西会变 是不是 所以这个筹码修正还没有结束 那其他的两党股票也一样 因为万海两百四 是不是 长荣一百五 长荣赚的比万海多 对不对 那你说要怎么涨 所以我觉得 操作股票的纪律很重要 纪律很重要 其实很少人会谈到这一点 对不对 但是讲实战话 操盘就是这样 是不是 你如果要做个长期在股票里面 获胜的人 长期的赢家就是这样 纪律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它可以抄跌 是不是 它可以抄跌 对不对 它可以抄跌没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这段涨很多 它可以容忍到季线都没问题 是不是 所以跟基本面无关 基本面第四季下来一点 第四季下来一点 第一季再上去 它还是可以交多头 对不对 但是它第四季下 它就给它一个空床期 所以它即使下到 下到季线它也没有问题 它也可以这样下来 所以我说在股票操作上面 纪律非常重要 纪律很重要 对不对 纪律是真的会让你 长期制胜的方法 对不对 因为你会赚大赔小 是不是 你该赚的时候可以赚最多 对不对 该守的时候你会守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下一次的赢家 所以我说其实在市场上 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当然我觉得他们的弱势 影响到盘面 这应该是另外一个盘会有这么多现象的原因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包括强势股都拉回 对不对 今天强貌跌停 是不是 强貌涨很多 不是不能拉回 但是拉回是跌停 这个意义又不一样 对不对 台办也涨很多 是不是 今天也拉回 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呢 这个表示它会有一点 我认为它其实会有一些 让市场上面比较 没有办法化解的地方 对不对 因为再怎么说 长荣 阳明 万海 对不对 都是数字很高的股票 那如果你数字很高的股票都这样跌 那 那这不会太贵吗 是不是 所以这可能是市场上面的 我觉得市场上面的大资金的想法 它会这样子想吗 你数字那么好的都跌成这样子了 是不是 所以我才说盘你要注意 对不对 指数这两天没有意义 因为台积电涨 对不对 因为台积电涨 台积电降涨 是不是 那你扣掉台积电之后 你就知道它其实应该是破线 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OTC爆量 对不对 所以这些因素都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我说 我觉得航运反弹要出来 因为你纪律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做股票最重要的是 你该守的还是要守 就是说 你不管是怎么操作 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你都要有一个底线 那个标准 那个底线是你一定要守的 就像你做停损停地一样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守住这个东西 你知道 你该什么时候停地 什么时候停损 对不对 你的关卡 有一些一定要守住的地方 那一些原则你一定要守住 就好像它开破线的时候 你该守就要走 你不走至少要走一半 对不对 因为你这样才可以让自己 在一个可以灵活的范围 对不对 如果没有那样的话 我觉得是不太好的 好 那所以的话 我觉得今天那盘 所以我昨天讲说 这盘 这盘 这盘有点 就是说 它有些 比较没有这么理想的地方 所以我昨天就已经先讲了 那我觉得这两天就要特别注意了 那两个原则已经讲过了 月线要守 KD不能下50 这两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的话就是 台积电法说之后就要注意 法说之后 法说之后的变化 好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这关系的 休息一下 待会儿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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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那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盘 我算是比较 就是说把它就直接告诉你 应该要注意的地方 不過我覺得盤藥基本上是 你應該要往新的題材走 因為舊的題材裡面 有一些長很多的舊題材 那我覺得短線上都會有壓力 那航運我剛剛已經講很清楚了 鋼鐵我昨天也跟你講過 那航運基本上來說破線就是破線 那麼反彈你應該要賣 你就算是不賣 你應該至少也要出個一半 那我覺得籌碼修正 你有時候很難去界定它在哪裡 它要停在什麼位置 但是如果用中長線的總修正來說 它可以容忍它的期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很多人來說是 短期內我覺得會是壓力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來說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會覺得應該要買一些新的東西 那新的東西的話 當然就是要市場不知道的新題材 那如果這幾天盤稍微震盪一下的話 接下來盤面震盪過之後 到二十幾號的時候 二十幾號的時候它競拍 那八月初 八月初掛牌 那降這個時間我覺得就很剛好 因為最近盤可能震盪 那你到七月底再競拍 八月初上來的話時間是剛好 那這個我覺得可以留意 那因為基本上 第四季有新的東西 而且還拿新產能 那新的產能的話 爆發力也蠻大的 因為它的新產能還有新製程 那這裡面又會有一個新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 從它相關的股票都可以留意 所以應該趁盤拉回的時候 去把握好股票 不過我還是把一開始要講的東西 先講清楚啦 指數你這兩天看起來是絕對十真 而是絕對是十真 所以也不是說傳產出來 會不會轉電子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不是那個問題 因為航運跌下來不是什麼好 我覺得盤不見得是好事 因為其實他們到底是貨利最好的 對不對 所以的話電子股有些 轉投股票也不見得要 轉線也不要太去追 那應該就是買新的題材 新的題材我剛剛有講到 這個後面即將要掛牌的股票 那它周邊相關的倒是可以留意 好 所以不知道怎麼操作 也可以跟我們線上注意聯絡 那這兩天重點已經先跟大家說了 也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